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详细地说 我记得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提到 不管说管理层表不表态 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利好消息也好 利空消息也好 我们怎么样预判这个市场 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应对的措施 你自己要给自己定好一个应对的机制 应对的策略 咱们毕竟都经历了一波股灾了 那么这一次这个下跌之后 多多少少也有更多的一些经验和教训 能够在这一波的市场的下跌当中 运用的上 然后在昨天的晚上 我看到很多朋友 其实在各个微信圈里面都在说 看看咱们这次管理层到底有没有表态 9点钟没有 10点钟还是没有 然后我就看我有的朋友就说 行了 都10点钟了 咱们证监会应该也不会再上班了 干脆洗洗睡吧 但是没想到 在第二天早上的9点多钟 咱们终于等来了这一番表态 早上9点08分的时候 在证监会的微博上 关于昨天的市场大跌 到底是不是跟熔断机制有关 关于1月8号的限售股解禁 对于市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证监会也是做出了一番表态 不管这个表态 对于今天这个市场的行情 起到的缓和有没有作用 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等到了 我们要的是什么 要的就是一份态度 这个态度当然要看你怎么去理解了 他的这个话到底其实跟今天市场有多大的关系 可能也未必能够画上一个等号 但是我们至少看到了证监会出来回应了一下 至少看到有记者这样有大家这种疑惑 他出来为大家答疑解惑了一番 这是一个态度 我们先来看一下证监会在今天的微博上 都说了些什么 第一个大家关心的 当然昨天我们谈的更多的可能是熔断机制 不是说下跌是因为熔断 只是说昨天跌的那么多 没有流动性是不是熔断导致的 那么我们在微博上也看到了 管理层的一番表态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我们将会根据 根据熔断机制实际的运行情况 不断地完善这个相关机制 而且也提到说 这个熔断机制对于稳定股市 是具有重要的作用的 它是给这个市场提供冷静期的 会避免和减少大幅波动情况下的 一个匆忙决策 当然了我们会根据熔断机制实际的运行情况 接下来会不断地完善它 那你怎么完善呢 既然你说的是在匆忙决策下的 这样的一个工具 给市场来提供冷静期的 但这冷静期未免有的太短暂了 昨天只有7分钟 结果根本没有冷静下来 所以是要好好想一想 你接下来应该如何去完善这个熔断机制 这是关心的一点 这是一个明确的态度 第二个就是大家担心了 1月8号限售股解禁 有记者也说了大概有一个多亿的规模 我们也看了一下 如果说在1月份 大概有119支的限售股 是可以解禁的 那么也有相关的机构预测了一下 大概是1万多亿股份集中减持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 证监会如何来评论 我们来看看证监会的态度 证监会说 我们正在研究完善规范上市公司大股东 董坚高减持股份的规定 这个规定将会在近日公布 为什么说还有一个规定呢 咱们追溯到18号文 在2015年的7月8号证监会 发布了一个18号文 在这个18号文当中规定了 6个月内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和持股5%以上的股东 以及董坚高不得通过二级市场 减持本公司的股份 所以如果6月过去之后就是1月8号 按道理来讲 他们是可以减持的 但是其实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当时在18号文当中有这样一句话 6个月之后 减持股份的具体办法将另行规定 所以我们看证监会也说了 我们还要请大家等待一下 我们会有一些新的规定 但是在这新的规定还没出来之前 其实上市公司也有他们自己的态度 因为从昨天晚上开始 第一家上市公司叫做世纪华通宣布了 我们将会在未来的半年 或者是一年之内 不减持上市公司的股票 这是第一家有这样承诺 有这样一种明确态度的公司 随后有多只公司 也是发布了相同的报告 相同的公告 直到今天中午 像网速科技 永利股份 海伦哲等等 也是中午发的公告 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之前 还有一些上市公司也发了公告 光环新网 上海绿星 巨飞光点等等 这些公司都是说 在未来的半年 一年之内我们不坚持公司的股票了 是不是也算是一种态度 也是给了我们些许的信心 但是这是别人的态度 这是别人对于市场 对于他们自己公司的态度 包括管理层对于市场的态度 回到市场的本源来讲 你对市场的态度是什么 你是觉得说 反正我都经历过股灾了 市场也无非 股灾之后还能够回到4000点呢 是吧 股价还能够创新高呢 我就熬摇算了 还是说长痛不如短痛 我干脆该断则断 谁知道哪天又来一个熔断呢 你自己的态度 你想清楚了没有 来听听边老师 要的是态度 你的态度是什么 你觉得这样的一番表态 能给市场带来什么样的信心吗 刚才李婷说的这几个都是 已经是证监会确定的 我再说说今天下午看到的 彭博的几条消息 这是外媒的传闻的消息 一条消息说今天上午有国家队入市 救市 一条消息说今天这个白天的时候 证监会这个窗口指导 要求各个上市公司 在没有另行规定之前 1月8号之后 不许董监高抛股票 一条消息说鼓励各个高管 就是刚才说的 自发的出现公告 然后和我刚才听到的李婷说的 这个已经出来的 似乎外媒的那个传闻 和刚才已经说的 有点不谋而合 所以我想从管理层的这个态度来看 他基本上回答了市场几个问题 他不认为下跌是熔断盈期的 他认为市场最恐慌的是供求关系 所以我们能不能这样说 其实在过去的三个月 从国庆以后反复强调的叫存量博弈 我们之后对市场 无论是看多还是看空 大家都在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到底有没有钱在进来 那今年除了解禁之外 还有IPO 还有之后的注册制 所以2016年呢 其实在供给这一块 大家是比较担忧的 那么从这个大量的资金的 这个供给上来看 养老金 现在9月份国务院批文下来以后 到现在到底进入到哪一步了 养老金开户开完没有 到底可不可以运作 现在也不知道 第二呢就是6月前后会有块外资的MSCI 摩根斯坦利新兴市场指数 这一块量也是比较大的 还有据传的保险机构的很多钱 所以这两边能不能够对冲掉 预期的流动性的冲击 这是我们最为关心的 所以昨天的市场 我始终认为 这个很多人在问我 我说昨天的市场最关心的 是前半个小时 或者前一个小时 其实熔断以后的走势 是可以理解的 恐慌 熔断之前的那100点 一开盘以后 像有口号 像有号令一样 突然间一个小时之内 跌了100点 而且放量下跌 是谁在卖 谁有那么大的力量 上百个亿 在一个小时之内 让市场突然之间下跌了100点 引发了之后的技术性和垄断 我想这可能是我们等会儿 最想要和嘉宾去做探讨 这个问题才是 中期行情判断的 最重要的一句 所以今天 昨天我们说了更多的 可能是这个机制 是否需要完善 管理层需要什么态度 今天其实我们更多要说的是 要问问自己 看到这样的市场行情之后 你要如何去应对 今天不管怎么样 比昨天的行情 缓和了一些的 假扬真音的K线 而且从盘面上来看 涨停的加速多了 跌停的加速明显减少了 这几个现象是让你对后市更有信心了 还是说觉得有反弹 赶紧离场吧 这就是要关注到您自己的态度了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糊弄话题 今天大盘毕竟收出了一根假扬真音线 你觉得短线到底是不是止跌了 是不是一个止跌起稳的信号 是 昨天快速杀跌到位了 短期见底了 所以可以逢低吸纳 并不是 上行的趋势已经破坏了 不要跟趋势的力量对抗 下跌中继 逢反弹 坚决立场 A和B 稍后我们来看看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们 更多的选择哪一个选项 先来认识一下今天请导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王立敏 欢迎王立敏 另外是吴海荣 欢迎二位 好来看一下今天稍微缓和一点的指数 上任指数 0.26%的跌幅 中小版1.28%的跌幅 创业版2.99%的跌幅 互生300今天是0.28%的涨幅 为什么没熔断呢 今天互生300看看盘中最大的跌幅 就是2.6%左右 人说5%一个熔断的预值 7%是第二档的熔断预值 再来看一下股指期货 今天很有意思 收盘看看 其实大家都是跌的 是不是你跌的多 我跌的少 IF是跌了2.5% IH跌了1.3% 重点要说的是什么 IC IC主力合约 今天收盘跌4.3% 但实际上今天IC 好像自己也在那做熔断似的 一会儿跌停 一会儿打开 一会儿跌停 一会儿打开 最终的收盘 我们看到是4.3%的跌幅 当大家看到IC再跌停的时候 那一刻好像历史又重演了 因为在股灾的时候 谁先跌呢 就是股指期货先跌 那时候开盘还比我们提前15分钟呢 现在大家都是同步而行了 当IC一跌停 或者当IC一大幅下跌 大家知道今天的行情 必然没什么好看的了 所以今天又再一次出现了 大家熟悉的一种现象 拉的是什么 大盘股 户的是什么 户的指数 小的市场呢 好像没有更多的这种资金的管理 但是它也是慢慢的找到了一个低点之后 创业板探底之后 也有人开始有资金入场了 好 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额 今天成交额倒是最近几个交易者当中 成交额最高的一天 8,115亿的成交额 来 涨停和跌停的加速 昨天1000多只跌停 今天只有48只跌停 昨天31只涨停 而且有说没有什么明确的 就市场主动封涨停的 要不就是复牌之后的一字板 要不就是刺心股刚上市的 今天有81只个股涨停 而且呢有一些热点的板块的痕迹 比如说上海本地股 比如说军工板块 包括昨天强势的 就相对来说 昨天没有跌很多的 或者还红盘的 今天能够直接封在涨停板上的 这是今天盘面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变化 我们先来看一下上市指数 为什么说短期跌到位了没有 我们先从技术的角度来看 如果说这波的调整是针对于2850 反弹到我们算3684以来的调整的话 那么从3684到今天 最低如果说回调到0.618的位置 是在3168点 但我们知道今天其实还没到这个位置上 收派已经在3287点了 所以算不算是一个回调到位 而且也已经接近了 大家可以看到是在这个时候 9月份 9月份的这个平台的这个地方了 是不是已经调整到位了 短期该怎么去判断它 先来听听王立敏的观点吧 我记得我在那个 15年最后个交易日的节目中说到 就是说在展望16年的时候 也谈到一个 一年再做一个K线 那有可能我当时的观点是 一季度做下影线 三季度做上影线 那没想到这个 就是两天吧 一季度的下影线就做完了吗 或者说至少再做下影线 做不做完 我觉得等一下我们会详细地去展开 那我觉得这两天的指数 上阵指数回调幅度是300个点 是快速的回调 而且又出现了这种 就大家之前都没碰到过的 熔断的一个现象 所以说就非常刺激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未来需要 大家在考虑一个指数波动范围内 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点 那对于指数后市的一个走势 我个人观点是这样 以上阵指数为例的话 它调整的空间以基本到位 短期两天跌300点 那其实今天是那个 就是低开以后慢慢拉回来 但即使拉回来 虽然说有好的迹象 但是总体还是偏弱 因为它收盘点位 基本是在昨天的收盘附近 收盘价之下 对 之下 所以说这是创业板就更弱 我觉得从空间来说 短期之内是一个 基本已经到位 但时间还不够 我预计未来上阵指数为例的话 它会在3200到3400 这一个区间内 做一个叙事的 包括一个震荡整理 那总体我觉得 最近是一个非常难操作 而且就是总体是一个 非常纠结 那最近很多的一个投资者 在日常的交流中也经常问 总觉得应该股灾过了 但是这个昨天这个阴幕还是 今天其实盘中下午那波 也是虽然没到熔断 但它其实这个气势 对 很猛 包括它的一个 这个当时跳水的一个 急促程度以为再会 那我觉得昨天包括 我在这个微信朋友圈 包括在微博也说到 我觉得昨天我的一个判断 就是说那个 熔断机制就不会 短期之间不会再重演 它只会出现昨天这一次 因为我们也做一个假设 如果今天继续熔断的话 它其实会出现一些 所谓的一些连锁反应 那这个我们都是整个市场 包括我想都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说刚才说的 李婷说的一个现象 当时我们昨天就预判到 今天会护权重股 护护生300 以至于小票有可能就 这个不能顾及过来了 更多的是以户指数 来不发生全市场的垄断 这样的形式来进行一个 这个市场的一个 从目前那个 今天整个走势来看的话 也基本也符合 就是说户权重 那虽然说跌停的加速 比昨天少 但总体我觉得今天 还是一个比较弱势的 前期很多的 那个前期的高位的股票 都是就是非常难看的 就是两个大一线 而且成交量就是说 总体我觉得 今天而且是放量的 放量其实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就是证明 其实有资金在朝底 第二方面我觉得 也有资金在逢反弹 在减仓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就是又是一个 处在一个矛盾 跟纠结的焦点 那我觉得总体上 刚才边老师 也提了一个小客气 就是我觉得 为什么 昨天我也认为 就是说在跌5%之前 其实是跟熔断 是没有关系的 那为什么快速跌呢 那跟结 结前的需要有关 我猜的话 其中一部分的资金 是由于结前 因为公募基金要增排名 它会加满仓 打满仓来做一个 最后的冲刺 特别如果有些 排名上那些 微妙变化的一些 那个产品的话 那结后第一天 有可能这些 原来仓位很高的 它再加上 它对1月8号 这个减持预期 还是看不清的话 它会比较果断的 所以说有可能 在短时期 短时期内 比方说一个小时 它大量的 之前仓位 最后几天加上去的仓位 才在新年的第一个交易 都全部减掉 我觉得这 我猜到了其中的一个 当然还有一些跟风牌 一般这种 做趋势的 短线趋势的 大概是这样一个相提 但实际上刚才说到 一个重点是什么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因为熔断是以 互生300这个指数 为这个样本的 所以当我们看到 互生300的时候 就比如说资金 包括是不是国家队 我们也不知道 如果说把这个互生300 让我们看起来 它不会熔断 但是呢 其实对于很多的小票而言 它熔不熔断 跟小票跌不跌 它是两回事 所以熔断上 可能接下来 我们看到只是一种形式 也许你指数上不熔断 但实际上小票跌不跌呢 创业板跌不跌呢 哪怕创业板 你再跌7% 可能指数还是没有熔断 所以是不是言下之意 就是大概上证指数 是进入到一个 所谓的相提的一个区间 但是这只是某种程度上 不会再出现熔断了 小票或者说创业板 它可能还是该跌继续跌 是这样的判断吗 对 因为其实这两个 可以结合在一起说 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 熔断机制 再次触发的概率非常小 我觉得现在 在新年第一个大的阴线 其实大家都整个 都是有所警觉 我觉得未来 即使户300这个权重股 也要把它这个户组 再次触发熔断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 它的后面的 就是所谓的一些 流动性的瞬间锁定的话 其实对市场 市场上是比较大的 我觉得短期之内 再次熔断的概率不大 当然又说到一个 中小创小股票 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 以创业板指数为代表的 一些那个小的股票的 一个综合走势会分化 那最近其实很明显 总体上 之前这波 年前这波 往上冲得很高的一些 中小创的一些股票 即使你题材再好 业绩再好 那最近其实都回调很厉害 那如果 当然还有一部分 滞涨的一些中小创股票 它其实前期一直是横盘 那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 高位的中小创 大家一定要小心 还是之前 结前我的一个观点 低位的 没怎么涨过的 相对会安全一点 你可以即使短线 浮亏被套 那就可能心里更加有底 而之前比方说 在从最低点到最高点 两三倍以上的股票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 一个需要提防的 所以说总体 创业板指数 其实今天走得 比上证指数更弱 未来一段时间 大家其实需要 对中小创的一些股票 其实要区分对待 那指数 创业板指数 也不会走得太好 它会 主板指数横盘 创业板指数 估计还是会往下 吴海荣怎么看 你觉得短期见底了没有 应该说 昨天市场的大跌 是多种利空的 集中的宣泄 其中有市场 对于1月8号 捷径的空股股 捷径的担忧 以及对于注册之下 新股发行 是不是速度会大幅度增加 包括昨天正好实际上 人民币出现了比较大的暴跌 所以市场开盘 一跌破2850到33273399 这个上升通道线以后 实际上技术性的止损盘 是相当相当明显的 那么再加上 昨天实际上 可能还是找盘有机构 很明显是应该说 有这种抛售的这种行为 那么在关键性的这种点位中间 一旦技术破位以后 实际上昨天的买盘 就相对比较弱 大家不敢去抄 以至于整个上午的话 实际上就跌幅 跌到百分之以上 那么中午 中午以后 自然而然 恐慌的这种情绪在蔓延 那么整个垄断机制 应该来说 也是两次垄断 也是在新年第一天就进行 但总的来看 我们觉得 昨天跟今天的 最大的这种跌幅 刚才实际一开始就已经提到了 从今天的低点 3189点的低点的话 实际上 如果按从2850来的上升通道 整体的涨幅 834点 就2850到3684 整个834点 那么这个跌幅 现在从这个3684 跌到今天的这个低点 3189点的话 实际上已经跌到了 整个涨幅的 0.618的这种位置 那实际上 这个应该来说 今天的这个低点 离这个0.618 直接相差 20个点 已经相当相当接近了 那么再加上 今天的这个低点 实际上 大家如果说注意的话 实际上我们看 实际上是在10月份的时候 有过一个这个3188点的一个 10月12号 我觉得3188点的这个低点 那么正好打到那个地方 实际上就止住了 那么我个人也感觉 刚才王立民实际上提到了 我个人感觉短期的这个调整 就今天的这个低点的这个调整 基本上已经到位了 那么短期来看的话 当然市场因为现在明显上档的均线 各种均线都是形成很典型的 这种空头排列 特别是在技术穿掉以后 你要再向上 我觉得如果没有大的这种量 场外之间进场的话 现在也有相当大的这种难度 所以现在应该来说 重新又回到了两个月以前的这个平台 就10月份那个平台 就3200到3400这个平台 进行这种震荡的这种概率更大 这种概率更大 那么这个是这个主板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上证指数的月开线图 那从月开线图来看的话 实际上因为现在从这个上证指数的 日开线跟周开线的 现在实际上已经都破位破掉了 那么现在唯一能参考的 我觉得更多是月开线图 那月开线图的话呢 其中有一条均线就是20月均线 那这条均线的话呢 应该来说当初市场在这个前期 这个六七八大跌的时候 2850点的时候 探到过那条20月均线 那么当然它也穿掉了 穿了以后再拉起来 那么现在呢 这个20月的均线的这种位置呢 应该来说今天也击穿了 那今天实际上20月均线的位置的话呢 应该说离今天的这个低点的话 接近我更能感觉接近一点 实际上它也击穿了拉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20月均线的话呢 应该来说作为多头的一道 很重要的支撑线啊 虽然今天也击穿了 但是拉起来 那你是觉得它能够是一个重要的支撑是吗 我感觉就是说 空头陷阱的概念 对我就感觉这个地方 即使击破也是空头陷阱啊 因为这两天因为市场恐慌情绪 这个蔓延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厉害 特别是这个昨天原来想 大家想卖股票的 因为垄断了以后卖不掉 所以今天找盘继续往下达 今天下午的话呢 实际上还有一波往下探啊 那但总的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20月均线实际上还是构筑了一条 从月线上面的一个通道线 所以20月均线现在多少点啊 20月均线的话 大概现在的话是3215点附近 3215点 今天实际上是击穿的 但是我觉得 收回来了 对收回来 所以我觉得即使 因为整个20月线 如果你不能有效的击穿的话 盘中击穿 实际上当时2850时候也出现过 但是呢 马上就修复过去了 所以我觉得 即使这个地方击穿呢 也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空头陷阱 所以我觉得更多上证指数 未来一段时间 可能是在 这个前面两个月的平台 就3200到3400进行震荡 那期间呢 当然指数在这个地方 那个股的话呢 可能会有一些结构性的机会在里面 好 如果说啊 指数能够稳住在3200到3400这个平台 因为刚才王立民也说这个平台 然后吴海荣也倾向于在这个平台 如果说能够在这个平台上稳住 是说个股的机会越来越多 还是说在这个平台上稳住 不过是为了不想指数上太难看 或者说不想再次发生熔断 个股可能该怎样就怎样 这是两种不同的走势 我不知道边鸿为你怎么看 我觉得是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位置 就到了今天为止 我不建议这个投资者 我就在这个位置去做止损 其实上周 其实我当时记得 我们三位嘉宾有一位嘉宾 当时看得比较空的 当时认为会有调整 其实调整的样式 和11月份和10月份的都非常类似 大家可以看到之前两根大阴线 已经大概有连续三次了 我们说的沮丧一点 就是在过去的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我们反复的建议 我们的客户用追跌沙涨的方式 在操作 一个月做得很顺 但做得再顺 不如过去两天的亏损 就一个月的功劳 最后被两天 两天跌完了去年一年的涨幅 没那么多 但是两天差不多 把我们过去一个多月 追跌沙涨这种操作的策略 就是在低位的时候 跌的时候买 涨上去的时候把股票卖掉 这种策略给最后给吞吞掉 那你会发现过去11月份 也有过这样一个阴线 也是这样一个格局 所以我们今天 今天我们内部是开会 我觉得 所以今天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许多观众 首先要定的是2016年的策略 会非常的重要 就过去的三次的大跌 都告诉大家一件事 存量博弈的格局 存量博弈的格局 当所有人把仓位抬高以后 就是这样 当所有人把仓位降低以后 就是这样 所以我想今天 我想在这个位置 大部分的人的想法 可能我相信应该是 偏绝对谨慎了 而在一个星期之前 应该是偏乐观的多 在两个星期之前 应该是绝对乐观的多 而这样的情况 已经连续两个月出现 这种格局已经让我感觉很像 10年11年的行情 就是大家在经历大涨大跌 反弹以后 心态和存量博弈的格局非常下 所以这个时候 我想很多老的投资者 你应该尽快地回到 10年11年的格局的概率比较高 我们说1月元旦的第一天 交易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因为这一天是所有的机构 在新一年的调仓换股之年 所以我刚才问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说前100点是谁在卖的 所以我们翻了一下 翻了一下之前的那个行情 之前一个星期走势 已经是慢慢地回落 我们发现大概有两个板块 是跌幅最大的 一个板块是之前在 12月中旬以后发动的举牌板块 举牌板块比如说经地 保利 这些公司在12月底的走势时 最难看 都出现过一个到两个跌停 就在这一次之前 第二个板块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 前一批的次行股板块 就去年的次行股 3004当头的那些股票 那些股票在昨天和今天大跌之前 平均跌幅已经过20 加上这两天 基本上已经40砍掉了 所以我们就会理解 市场最后在卖的 其实就是两类 一就是创业板中 最怕解禁的那批股票 那批股票是先卖的 第二批就是举牌的那批险资 已经开始撤了 所以我认为这两批资金是最重要 所以现在市场的关键点 是在于这两批钱 一 险资出去的那批钱 因为它之前买了以后 突然间涨了30 人家卖也没有问题 它会不会再回来 所以险资也是做短线的 是吗 我觉得它不做 它可能很多股票 已经拿了几个月了 你突然间因为举牌的时间 让它涨了30 它获利它是求绝对收益的 你给它30 那它就落袋为安了 没有问题 因为很多股票 比如说万科 比如说金帝 它拿了六个月没动 你突然间涨了30 它当然要卖了 关键是这些钱 卖了以后 它会不会回到市场 它会买哪些 那我心向于 它更会买一些 一二线的有业绩的篮球 第二件事 就是我们刚才开场要说的 希望管理层 要帮我们解决的 大股东解禁的问题 当然如果你大股东解禁的问题 不能好的解决 那么市场 我觉得刚才王烈敏说了 分化了 你选那些 接下来要出公告 自己说我半年不卖的 一年不卖的股票买了 如果你不出公告 那我就认为你要卖 那我就在你之前跑 市场一定是这样 两个极端的走势 那最后就是 刚才我说的那个策略 如果猜得不错 那经过这两天的下跌以后 2016年 整体机构的策略 会更偏向于选股 而轻选时 大家都能理解 过去的两年的行情 是选时重于选股 你只要选对了 时间进取 出来 6月份出来了 就下跌 我相信今年选股 一定会重于选时 所以收缩战线 把你的个股看紧 精选个股 可能会成为 未来一段时间的重中之重 如果说在2016年之前 我们延续的是 追跌杀涨的策略 可能给这个市场 包括我们在期待着 元旦的红包的行情 包括一季度的 当时还说的是 跨年度的行情 但是昨天回来 这一根银棒 一根银线 肯定改变了很多人的预期 也改变了很多人的信仰 但是事情既然发生了 咱们稍后来说说 具体的应对的措施 因为其实现在 也看到一些变量了 看到一些稍微好的东西 虽然说供给侧方面 看到有很多很多 大扩容的这些东西来了 那管理层接下来 是不是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对应的措施 养老金 社保 他们什么时候 能够更快的一种入市 还有就是说 这些上市公司有表态的 如果说接下来越来越多 说我承诺不减持的 这个越来越多了 这个队伍逐渐地壮大开来了 这个变量 是不是就是从一开始的 这个量变到质变 这个市场也慢慢地活了 稍后我们来说一说 具体的操作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咱们来重点说说策略 刚才我也看到 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人也在说了 既然市场已经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我也不可能按照原先的这个策略去执行了 市场在变 你必须也得跟着变 你不变 你必然被这个市场淘汰 昨天呢 其实我们提到了 主要的几个因素 一个是熔断 包括这个扩容的大跃进等等 那现在有这些上市公司已经说了 追加不减持的这样的一个承诺产生 那会给市场带来一些什么样利好的消息吗 这些公司我也看了一下 第一个表态的试剂滑通 不知道今天这个市场是因为还没有反应过来 元气还没有复苏 还是说根本不认可 因为看看它的走势呢 还是最终是下跌的一种状态 虽然有这么多的公司发布了这个公告 是不是也表明说 大家也不要怕了 其实啊 说不定已经有窗口之倒了 越来越多的公司呢 会加入到这个承诺不减持的队伍当中 所以呢 我们在暴跌的时候 剪一些筹码也是一个好的策略 因为我看到有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观众还在说呢 说现在这下跌 其实就在骗取大家的筹码 只是你自己在那儿 自己在那儿幻想 还是说是真的 这就是关键 王黎明怎么看 你觉得这暴跌之后啊 大家可以去减一些 这种所谓的便宜的筹码吗 那这就是说到一个减持的一个大家的预期 我个人觉得就说 它涉及到一个 之前的半年前这个 有这样一个约定 那其实我觉得 它总体上我想四个字 就是要整个市场也需要稳定预期 为什么刚才也说到 新年的第一个交易日会有 包括今天 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弱实 就是其实对之前的大家一直预期 有供应量 马上增加数倍的这样一个事件 没有一个提前量 我个人建议 其实这个稳定预期 可以更早的提前量 那我记得我在去年的节目中 12月份的节目中 也说到过1月8号的减持 当时我也猜想 就是会有这种公司 那个出来说公告 我是即使说允许减持 那我上市公司大股东 他也愿意自动延长 那今天包括从昨天的第一个 四季华通开始就新兴致火 大概今天开始慢慢的都有 许多家的公司在跟上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 那我觉得更多的是需要市场化的手段 来化解之前 那当然之前的行政命令 说不减持 当然是有它的一个特殊性 那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 那今天早上 证监会也公告说 其实它会有一个详细的细则出来 但我建议其实这个细则 其实要早半个月 或者早一个月出来 那市场也许就不会的 因为它其实有一个 不管是市场化 还是继续行政命令 它至少有一个稳定预期在 会减少对市场的冲击 另外一个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对于1月8号的减持 那大家知道 政治的风险是你意识不到 才叫风险 意识到只是说在做应对 那目前来看的话 我上半节 第一节我说的是指数跌不下去 但我本节想说的就是说 指数要往上涨 也是目前来看是缺乏各种条件的 那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这个 虽然说有人说这个利空因素 已经消化了一部分 那我觉得至少在没有明确之前 现在大家假设我是主力大资金 不会去做任何的这种 这种迅速拉高一些股票的这种事情 因为不确定它到底是具体的细致 或是什么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为什么在这些大的政策 包括事件没有明确之前 指数上不去 大家因为大家想供求关系 包括另外一方面就是 你拉上去了 大股东是不是都要抛给你 对吧 我觉得这些在没有水落石出之前 指数 就是说个股分化 指数横盘 而且大家都在等待机会是一个新的常态 就是指数上不去 现在似乎也是一种共识 肯定不可能 你想连续跌了这几百点之后 明后两天就给你返报回去 这是肯定不会出现的事情 对 无非想要知道的就是 如果说指数上不去了 那大家恒在这了 那如果说有这些公司开始表态了 它会成为一个市场追逐的热点 一个新的机会 慢慢的大家发现 市场开始稳定了 然后会有更多的机会涌现出来 所以你也不要盲目的搁自己手上的股票 你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 新的机会出来了之后 再去关注 还是说 就是我们说的 稳定指数和稳定个股 它不是同一回事 你倾向于是哪一种 第一种 第二种 其实我倾向于第二种 就指数和个股是两回事 两回事 其实这个未来一段时间会是一个 也是需要大家去适应的一个新的变化 好 刚才那个 李婷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世界华通 按之前 即使在7月8号 9号 那个就是 第一波下杀以后的一个反弹过程中 一旦大家记得 当时就要亡的女人 第一个公告亡的女人那些 包括第一批公告 是那个政经 持有的这些股票 迅速的都是连续的拉板 大家去看今天的世界华通 就是波澜不惊的走势 就是说明 个股在目前这个阶段还是 无论是做个股的 油资的热情 还包括整个市场的人气 还是处在一个相对弱势 不然按之前 按15年的节奏 就今天现在是16年 按15年的节奏 每当这种大事情的时候 有第一家公司跳出来 公告利好的话 它其实往往第二天 不是一字板 就是马上会被拉成一字板 那今天是完全没有 可见现在做个股的热情 还是 如果说的客观一点 就是还没有 那如果说的稍微积极一点 就是还在凝聚过程中 还在酝酿过程中 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市场的一些表现的情况 这个相当于昨天而言 稍微些许的一些好的变化 今天呢 还有一些个股是强者横强的 这个强者横强的意思是什么 第一 昨天跌的不多的 甚至昨天还是涨的 当然昨天还有一些涨停的 但是昨天这几个 这几个涨停的 都是一些一字板的 就是昨天你买是买不到的 但其他的像空港7% 财信发展9.57的涨幅 上财7% 航天通信7% 是昨天你买可以去参与的 那么来看看今天的表现 全部都是涨停的 昨天一字板的 今天是有买入机会的 所以我们才罗列出来 就是强者横强 这是今天市场一个积极的体现 还有一个积极的体现在哪呢 军工板块今天是批量涨停的 在今天这个为数不多的市场当中 想寻找一些热点 大概也只有军工板块了 当然还有一些特钢类的 这是封在涨停板上的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就是钢铁板块 这也是今天市场上也有传言人说 国家队入市 可能在买的是银行和钢铁 所以今天大家看看这些 当然不是一些很大的 什么宝钢这种涨停 但是像安阳钢铁涨停 华林钢铁涨停 本钢 首钢 航箱高购 航销钢购 还有东方铁塔等等 这也算是涨幅区前的 这也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亮点了 所以这几个亮点 能够显示出一种什么样的意图 包括黄金股 今天也有涨停的 赤峰黄金 西部黄金 受于国际金价的上涨 都只是昙花一现呢 还是说在暴跌之后 或者说暴跌的时候 大跌的时候产生的那些热点 可能会成为未来的领长的一些主线 现在可不可以去把握 吴海荣怎么看 我觉得刚才所提到的 无论是强者横强的一些个股 还是我们讲的军工板块 实际上包括还是 今天的上海本地股 实际都是昨天上午 早上就有一点表现的 特别是我们看 对 军工股 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上午实际上很明显是 因为当然周末 实际上它出了一系列的利好出来 直接上工 但是由于市场的不配合 出现了连续的下挫 把整个这些板块打下来 很多个股都收出了一个相对比较强的上一线 而且我今天也特意看了一下 昨天的收盘 差不多能够勉强在红盘的 但你不管涨多少 勉强在红盘涨1%2% 或者说跌幅在1%2%的个股 今天涨停的概率相当相当的高 这个也就说明市场实际上 这种现象不仅是在今天有 在以往的例子中间 也有就是说市场在 特别特别弱的时候 或者在哪一天集中暴跌的时候 那么在那一天 大部分的股票可能都奔到跌停去了 它还能维持在很弱的红盘 或者说小幅下跌的话 往往在后面一两天 是相对比较强势 因为说明了这些个股 实际上是有主力资金在里面做的 那么只是说 由于市场的配合打下来 那么过后市场一稳定 它马上又去做 但总的来讲 这几个板块中间的话 我觉得应该来说 上海本地股跟军工类的一些个股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连续性 特别是上海本地股 我们觉得因为每年的一二月份 基本上都是上海国资委召开 全国的对于国资改革的一些 比较重要的一些会议 那么上海作为我们整个国资的 总体市值全国第二来讲的话 应该来说在今年 因为今年春节是两月份 在一月中下群 可能召开的这种概率也比较大 所以市场也在预期 在这个会议中间可能会出台一系列 对于国企改革 特别是上海国际改革更大的一些 一些意见出来 所以市场我们看 昨天实际上整个上海本地股就比较强 今天包括像一部分的龙头个股 继续打到涨停 整个板块也比较强势 所以我觉得在市场弱势的时候 强势的板块应该来说 后期还是可以关注 但是是否去操作 要看你自己个人的水平了 是吧 因为现在毕竟还是一个 相对来说并不是特别稳定的市场 正在慢慢恢复的一个过程当中 这些板块能不能有持续力度 你如何去把握嘉宾的建议 是建议操作在于你自己 稍后来听一听编峰尾的观点 再来看看 大家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投票情况 以及仓位的调查结果 欢迎回来 再来听听编老师的观点 您怎么看 您觉得现在市场当中这些 能够逆势上涨的这些板块 大家能关注吗 我觉得当然 我觉得这就是刚才我说的 2016选股终于选10 选股里面我觉得无非就是两点 一就是选强 什么叫强 别人都跌 我不跌 这就叫强 别人跌停 我平盘 这就叫强 今天下跌 我涨停 那就是强 第二个就是选业绩 你对这家公司有足够的信心 你认为市场跌的时候 它是挫伤了 因为它只有20倍适应率 成长性也不错 那我认为它就错了 那你就买了 我觉得只有这两种 我们称之为选股重于选市 所以今天我们内部开会 我定了几个策略 第一个就是我认为主板 3450点以下 就前面那条颈线 就差不多是两周之前的 周一那条内根阳线 我认为内根阳线以下 我们认为都属于弱势区间 在内根阳线以下 我们认为坚决控制仓位 就我认为所有的反弹 都是偏弱的 只有站上那根阳线 或者说把昨天的阴线 吃掉一大半以后 我认为可以开始进入 相对布局乐观的局面 这是一个对自己操作的约束 就是我们对客户建议的 操作的约束 第二个 我们对创业版更悲观一些 因为我认为这一轮调整 几大压力 我们看创业版的走势 一 技术破位 和主板一样吧 对吧 第二 估值很高 这个要比主板 主板现在的平均估值 互生两地加起来26倍 50指数只有17倍 现在创业版指数 没跌之前110几倍 现在跌完大概100倍吧 可能100倍不到一点 还是高啊 所以它估值高 技术破位 同时大小飞解经的压力又更大 大家能够理解 它是民营企业 所以三个利空都压在创业版上 相对主板只有一个利空 技术破位 估值不高 大小飞解经的压力很小 所以我们对创业版更紧 创业版不是不能做 但我想创业版2016年 选股票的难度会更高更高 所以我觉得这两点是目前来看 我们是最重要要坚决的 剩下的就是收缩赞价 就你要精选你的股票的操作 所以我想可能2016年相对而言 研究的力量要花得更强一些 原本以为说2015年可能对大家来讲是比较难熬 比较艰难的 或者说操作 尤其是下半年比较难熬的日子 但是发现2016年 这个难比2015年来得更早 是吧 2016年一开始 2015年其实我刚才说是选时 对吧 2015年大家回想现在 如果你没有杠杆 哪怕你从6月份跌完到9月份 你拿着股票 拿到现在可能大部分的股票 只要你是3 4 5月份之前买的 其实还是盈利的 因为最后指数大家看到 创业版涨了80多 中小版涨了40多 主版涨了10% 也就是说整个一年其实是赢的 2016年一开盘两天 挖了那么大一个坑 我想接下来的一两个月 可能我们就是要缓慢地去爬这个坑了 所以这个爬上去的难度 肯定要比滚下来的难度 要明显要慢很多 没有人说现在是在挖一个黄金坑 你认可吗 你觉得是在挖一个黄金坑吗 我觉得刚才开场白一段很重要 我们认为如果这是一个黄金坑 你要看到后面汹涌而来的场外资金 而过去的三个月 先挖好吗 是坑 三个月告诉我们 就是更多的2016年 可能是资金面和股票供给 是一个平衡的关系 大家别忘了这个平衡的关系 有钱的人他不是马上买进来的 他希望你下来以后再买 所以下来以后我买进来 买上去上去以后我再卖 这样反复地运作 他再按你再明 操作的难度会增加很多 好 我们再来听听吴海荣 吴海荣也有一张 创业版的走势图 刚才编红也提到了 可能创业版比主板更加的艰难 你怎么看 一概来说 整个创业版这两天的走势 一概来说还是络于主板 特别是在今天 实际上主板 小幅下跌的前提下面 创业版今天盘中 还是跌幅比较大的 那么总的来讲的话 创业版我们看 如果说按目前的这种位置来看的话 如果刚才也提到了 主板今天的低点是回调了 整个2850来的 0.618的位置 创业版的今天的低点的话 实际上回调了 从1779点以来的 到2915点涨幅的接近半分位 0.5的位置 如果说同样跟主板区比较 要到0.618 可能还有200点的空间 到2200多点的位置 我觉得可能短期来看的话 应该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难度 当然由于在市场落势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市场 今天我们主力资金 基本上动的互助盘指数的 以蓝筹股为主 钢铁 然后像金融 这些个股为主 创业版可能任由它指数再往下穿 但我们也在讲 创业版 它穿也会找到一个相对的这种低点 而且今天的这个点位 实际上我们讲 已经接近了 近4个月以来的市场的主力的平均成本 也是去年的这个7月份 跟8月份的这两个低点的这种附近 去年7月份的低点2304点 去年8月份的低点2371点 那么在附近 那应该来说 我觉得短期下跌的应该来说幅度 也基本上可以了 只是说未来个股的分化会很厉害 那我今天有个观点 就是说我觉得市场短期 在落势调整的时候 创业版一定是比主板跌得多的 但是市场一旦齐温以后 就市场稳定以后 创业版的这个个股的 这种反弹动能也会比较强 这个我觉得应该来说 市场的这种资金 有很相当一部分 还是喜欢去做主题性的这种投资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 我觉得在今年 整个看好的行业当中 或板块中间 我觉得可能还 行业可能还是今年牛股 可能还是会出自于 这些行业当中间 比方像大数据 网络安全的这些个股 包括像VR 包括量子高科等这些行业中间 但是个股 我觉得一定不是去年的那一批 就是说 这个行业可能还是这些行业 但是个股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挖掘低市值 就现在比方说 能创业版中间 随便做到 两三百亿的 总市值以上的这些个股 我觉得未来 它的除开这些 真正的一线的这种龙头 或者说成长性 的的确确相当相当好的 那我觉得有相当一部分 它实际上还是会回归的 所以我觉得在今年 就是说你去挖掘 创业版 同样挖掘这些行业中间 首先的前提 一定是总市值不能太高 可能一定是在 四五十亿这些品种 我觉得更有机会 好 稍后我们来看一看 今天吴海荣 还是有自己关注到的板块 然后很多人也问说 有没有最强头顾呢 也算是有吧 稍后回来 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品种 再来看看大家的投票结果 好 欢迎回来 我们先来给大家抽奖 可以获得的这个奖品 是由飞科电器提供的 我们请大屏股滚动起来 看看是哪一位幸运观众 好 停 好 恭喜尾号138的观众 我们的工作人员 会尽快和您取的联系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资金流向情况 毋庸置疑 肯定还是以流出为主 相对流出较少的是钢铁 保险 其他金融 外贸 还有旅游酒店 在两个亿之内 流出比较多的医药 经流出了18.98亿 计算机是7.5亿 化工化线16个亿 电子信息13.5亿 交通工具是9.98亿 这是今天的资金流向 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调查情况 我们说今天这一根 贾阳真音线 你觉得短期只跌了没有 到底是逢迪西纳呢 还是逢反弹离场 今天这个调查是1比1 一半对一半 50%对50% 认为说可以逢迪西纳的有一半 反弹离场的也有一半 还并不是说一致预期 也不是说这连续下跌了之后 大家都一致的看空了 目前还没有 咱们再来看看仓位调查的情况 其实昨天的这个调查就很有意思 加仓29% 减仓的27% 今天呢还是比较雷同 但是今天为什么满仓比例是明显上升 昨天只有11% 今天16%满仓了 然后加仓25% 仓位不变21% 减仓26% 空仓的比例基本上差不多12% 反而这跌完了之后呢 大家没有更加的谨慎 或者说不看好这个市场了 满仓的也多了 然后这个加仓的也多了 来听一下王立敏的观点 你觉得大家现在这个仓位怎么控制 是可以去逢低抄底呢 还是坚决离场 让你选你选哪个 AB 这个我还是总体目前还不是最佳的入市的时机 那我先说几个概念 第一个我觉得最近一段投资 特别在春节前 也是一个还没到新的猴年的一个正式 还是一个养精蓄锐 然后休养生息的这样一个阶段会比较好 那因为各种目前的这种热点的迹象 包括大家那个接力 包括一些主题的挖掘 都还没到这个最佳的入场时间 第二个我觉得再强调一下 就是目前16年总体的一些机会 还会是在一些新的 去年的机会 14年的机会都过去了 不会再重演 大家一定要求新求变 不断做功课去挖掘新机会 因为再老的这个题材出来 市场没有一点兴趣 资金也不会去追捧 一定要关注新 第三个我就要再强调一下 其实包括昨天的熔断 其实A股的最大的魅力之一 就是它的流动性 就未来什么时候可造成一强了 它的成交量 流动性 个股活跃度 板块相应起来以后 因为这就是未来 这个什么时候可以入场 大干一场的一个重要标志 那最后呢 我觉得也可以操作方面 还有一点一些建议 就是说在目前这个比较纠结 刚才说两个就是AB选项 一笔就证明未来一段时间 有可能没有明显的趋势 就是一次横盘 因为指数下跌 有人互盘 那上涨没有动力 所以说一直会是 但我觉得也是一个 今年16年的操作 会更加的困难 我觉得大家做好 比较详细的准备 那操作上 就是要相对比较灵活 那我觉得是 最近对大家一些 操作方面的一些建议 我刚才了解到的消息是说 上交所好像发布了 最新的有关于新股申购的 具体的消息 稍后我们会给大家来 有时间的话来说一下 最新的新股申购的办法 是怎么样的 我们一会再来说 我们先来看一下 吴海荣的最强头顾 这个为什么说也算呢 因为今天毕竟市场 还相对来说 并不是特别稳定 但是找到了这个大数据板块 是说短期就可以予以关注 还是说等市场调整到位 稳定下来了再去关注 我觉得短期应该来说 可以关注吧 因为等市场 至少因为我觉得短期 无论从上证指数 还是穿越板指数来看的话 这两天的跌幅 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大的 那从整个大数据行业来看的话 应该来说它的成长性 也是毋庸置疑 包括国家的扶持政策力度 也比较大 在去年也发布了 大数据的国家 这个大的这种战略规划 实施国家大数据的这种战略 那么当然我从个股来看的话 我刚才也提到了 在今年的选股上面 一定是 就是说如果说去年 是选行业就可以的话 那今年一定是 看好的行业 还要重于显 一定还要去 很重于显个股 那么我们想到 如果说想到大数据的话 自然而然 大家能想到的 包括像 像托尔斯了 像光环新网 像东方国信等 但是实际上我们去看 这一批个股 就总市值比较大的 这批个股的话 现在很明显的 应该来说 还是呈现了 比较大的这种抛压 因为在前两年的市场 创业板的上涨过程当中 应该让它获利比较大的 那么应该来说 这批个股的话 都是二线的 总的市值都不大 都在100亿以内 或者几十个亿 我觉得它还是有 做大市值的这种需求 包括它实实在在的 实际上往大数据 这方面去做转型 所以我觉得应该来说 在最近的调整以后的话 这个板块 特别是整体市场 大的个股 还是可以观点 首先先旋转了行业大数据